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博厂SUV的新生力量成长成为了这个级别市场上谁也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究其原因呢 我觉得除了它有近9年的时间积累 以及全球销量已经超过300万台的市场基础之外 它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因为有着不错的性价比 毕竟在汽车越来越普及的今天 咱们现在去选择家用车的标准和理念已经变得越来越理性 再也不是那个贵的就是最好的时代 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 那咱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台以性价比称称的哈佛H6 究竟实力如何呢 首先呢 咱们来看一下外观 从前脸整体的造型看 整体的风格没有变 还是延续了那样一个经典的风格 但是呢 只是在尺寸跟细节上进行了一些有心意的升级 灯组的造型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是呢 中高配都标配了LED的大灯 还亮起来的感觉就会显得更高级一些 来到侧面 这款车吧 轮毂升级成了一个19寸的轮毂 而且还配合上了这种多幅式的设计 车门下面的装饰条变成了一个银色的装饰条 再配合上车窗上这种装饰条向上扬的角度 就会感觉整个车的线条是在往前俯冲的这种动感 那整体这个车的侧面线条呢 给我感觉就是没有特别的颠覆 但是会看起来更加的时尚 来到尾部呢 我们这种对称式的设计 真的对强迫症幻觉来说是个福音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后备箱打开看一下 打开后备箱 打开后备箱之后呢 我发现全新的哈佛H6薄金版的后备箱 真的还是挺大的 像你基本日常放一些什么家用的东西啊 包括搬家什么 都是没问题的 那车外就是这样子 我们去车里面再看一下 关后备箱 来到车里面呢 我感觉它给我的整个品质感还是比较足的 你看座椅的侧面以及车门扶手的位置都用了立体感很强的 菱形压花的设计 而且呢 配合上它这个中控台向驾驶员倾斜的角度 以及它贯穿的空调出风口 还有中控屏下面很集中的这个按键操作区域 整体布局给我感觉就是很简约 那在我面前呢 就是中高配车型标配的12.3英寸的液晶仪表 配合上这个多功能的方向盘 各种的信息 各种的操作 你都可以在这上面以及这个屏幕当中看到去进行 我觉得操作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这边呢 是一块9英寸的中控屏幕 搭载的是哈佛HiLife的支联系统 它的UI界面我觉得很简洁 就是逻辑也很清晰 使用起来流畅度也很好 我想找什么东西 我直接在主页面里面就能找到 这个是很方便的 而且呢 它还支持语音交互系统 我们来试一下啊 你好哈佛 在呢 我想听一首 后来遇见它 你看 这样就打开了 我觉得它的反应还是挺快的 而且它的识别的灵敏度也很高 这就是音乐打开 当然你可以打开导航啊 或者是车窗啊 空调啊 它都是可以控制的 各种APP都可以控制 而且呢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 我发现它的车机系统内容非常的丰富 像除了常用的软件之外呢 它还可以点外卖 而且还可以订电影票啊 订酒店啊 这类的 这些都可以支持 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这个功能还是挺丰富的 接下来再看一下屏幕下面的这块按键的区域 这边是空调的一些控制按键 那这边呢 就是一些辅助的功能 都是在这里调的 再往下看 这里是一个电子挡霸 我觉得从视觉上啊 包括使用感受上 科技感都是比较强的 电子挡杆后面的部分 这里有几个按钮啊 电子手刹 auto hold 驾驶模式的调节 以及屏幕的控制的按钮 我觉得这儿设计比较巧妙的一个点 就是它用了拨杆跟按键相互搭配这样的一个设计 所以你在正常开车的过程当中 如果要去按 要去操作的话 是不会按错的 还是比较保证安全的 那再看一下储物空间部分 这里有一个放手机的地方 然后配备了一个USB接口跟一个12伏的点烟器 后面这里有两个杯架 都有纤维器 中央扶手箱 打开看一下 比较的深 而且空间呢也比较的大 所以你放东西的话也是完全够的 在储物空间方面的表现呢 我还是挺满意的 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乘坐部分 就是座椅的感受 整个座椅给我的感觉呢就是非常的软 坐起来很舒服 坐垫以及椅背的两侧都有这种侧向支撑 我觉得会在以后的驾驶部分给我一些帮助 那一会咱们开起来再说啊 空间来说 头部空间 174完全没有压力 绰绰有余 主驾驶位还有电动调节 配置还是挺丰富的 如果你喜欢更加个性化的感觉的话 你可以去考虑一下GT车型 因为那个车型上呢 标配了黑红壮色的运动化的座椅 更符合年轻人的感觉 如果我们以后有机会拿到这台车的话 再带大家整体去感受一下啊 前排就是这样了 我们再去后排看一下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后排了 那这个车的轴距是2680毫米 现在我前面已经调到了一个我合适的驾驶位 后排腿部空间还有一拳 两拳 三拳 那头部空间还剩一拳 零 三指 我觉得空间对于我来说 一个174的身高已经绰绰有余了 而且它的座椅角度非常的大 所以坐起来非常的舒服 可以摊倒 而且它的座椅角度是可以调的 中央扶手和中央头枕都是全的 而且前面呢两个空调出风口 这里有两个USB的接口 地台呢也几乎是纯平的 所以坐着非常的舒服 想象一下它在车里扶着扶手 透过全景天窗看着窗外的天空 这种感觉是不是很惬意的 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这台车去开起来吧 现在呢我们就把这台车开起来了 2020款全新的哈佛H6薄金板提供了两种动力总成 可以选择一种是1.5T一种是20T 配的都是7速双离合的变速箱 那我们今天拿到的这台呢是1.5T的 它的最大功率是124千瓦 峰制扭矩是285牛米 它起步的时候 第一下给你感觉特别的猛特别的冲 那比如说你在等红绿灯 起步的那第一下的时候 如果你想一马当先 那它绝对可以给你信心 但是当这台车真正开起来了之后 动力给的就相对来说比较线性比较柔和 那你开着会很舒服 不会那么的冲 那在刹车方面呢 我觉得突断是比较软的 轻点一下不会有什么太大感觉 但是再踩一点 效果立马就有了 在转向方面呢 这台车的方向盘 给我的感觉是开着挺轻的 而且它还支持单独三档模式可调 轻盈舒适运动 你可以根据你的心情去各种切换 在底盘方面呢 这台车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软 它呢是前Mafshun 后双横臂的一个悬架 而且呢它的底盘调教的风格是偏舒适的 所以你在过一些勾勾卡卡的时候 就会感觉特别的舒服 现在开船 不会有那么大的这个震动的感觉 滤震性特别的好 在NVH方面呢 它对风噪啊 胎噪的意志都是挺好的 但在发动机的话 如果你身踩一脚 你是会听到它轰鸣的这个声音的 就好像它在跟你喊冲啊 但如果你放松下来 如果这样平常开 平顺能开的话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走后来看呢我觉得在这个售价区间 这台全新哈佛H6的薄金版呢 无论说从造型上啊 还是说舒适性上 还是动力上 它都是家用SUV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仅如此 像我们今天试驾的2020款 全新哈佛H6薄金超豪行 除了360全景影像 还有定速巡航之外呢 还有一些非常丰富的安全配置 和驾驶辅助配置等等等等 那实际使用起来呢 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 就是你周末天气比较好的时候 叫上你的三五好友一起出去玩 你可以像我一样 语音打开导航 你好哈佛 你好 帮我导航到朝阳公园 为你找到十个结果 你想选第几个呢 第一个 好的 将为您导航到朝阳公园 如果恰好天气不错 还可以打开天窗 你好哈佛 在呢 请帮我打开天窗 好的 正在打开天窗 这样的生活 是不是感觉还挺小资的呢 而且听说现在买哈佛H6的 全系的车型都有优惠 像我们这台车的话 它的各种补贴 然后现金优惠 这种综合优惠下来 最高能达到两万块钱 那如果你想买别的 比如说哈佛H6的运动版 那它的最高优惠能达到三万块钱 三万块钱 干啥不行呀 像比起其他厂家送什么大礼包 还有后期保养之类的 我觉得真金白银拿到自己手里的才是钱 那你说一顿火锅三百块 我三万块钱能吃一百吨 接下来三个月我都去吃火锅 它香不香啊 你觉得这台哈佛H6香不香呢 那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这就是这一期的车后出见 我是静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 这里是一个电子挡杆 前麦夫逊 后双横臂的独立悬架 所以呢 而且它底盘没说 气死我了